今天是10月4日 现在是下午1点出头 然后我现在正要去上我今天最后一次的舞蹈课 然后舞蹈课之后呢 晚上会有个舞会 然后就想去看一下 好不好玩 今天穿成这样 看到了 好喜欢这个 袋子 这个课是每天上三个小时 然后上四天完成一整个课课程 对 然后昨天是第三天嘛 然后教了一个比较基础的编舞 然后我是跟朋友圈圈一起学的 然后昨天晚上下课之后 我们就在他家小区楼下还练了非常久 然后今天老师有预告说课程 课程运动量会很大 不知道难不难 然后期待一下 可以学就是学的非常完整 可以跳一个完整的舞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都面对这边 我们一起都面对这边 我们在做宫园的时候 在那边 我们在外面 有时候在海银库 我们在海银库 那边就是一层 然后我们在海银库 有时候 可以有一个 一层 在海银库 我可以坐下 1 2 3 大家都给你东西了 好 谢谢大家 下课啦 咱们都是汗 好圈圈 走了 刚下课之后我一个人去吃了麻辣烫 然后 打算现在去找个咖啡店 先坐一会儿 因为大概还有一个小时 才要去那个舞会 其实坐在公交车上 也可以偷偷脸 嗨 这里是我剪片的时候不录的澎白 我到的时候我个已经开始了 因为不会跳双人舞 我和俊千只能靠着墙 看着别人跳 舞会中间 老师领着我们跳了一支solo 这是当晚我唯一会跳的一支舞 这是当晚我唯一会跳的一支舞 双人舞 这是跟我们一起上solo课的同班同学鸽子 他之前学过别的课 所以他带着圈圈教他跳双人舞 我当时有点害羞 所以没有尝试 现在形成有点后悔 合理震荡的楼小哥哥的机会 我挑了一些片段给你们看 有很多人跳的非常出彩 DJ放的爵士乐也都很好听 整个舞会气氛非常好 大家都很开心 我已经在地铁站里面等地铁了 然后现在大概是晚上十点多 刚才舞会里面我们 学solo的同学就其实干不了什么 因为别人跳的双人舞嘛 然后我们差点强边 自己干笨搭 然后就有点尴尬 其实这个应该还是 去学一下双人舞会比较好玩 然后他们还在继续跳舞 然后我这边十点就决定先走了